被伤害你的 看一条大石板 说了说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港海小张啊 现在是秋天了嘛 去够清爽的 现在下午三四点来中 后面那个潮水啊 正在退着潮的 咱们去赶赶看看 看今天能吃喝些什么 走吧 哎呦 看这边这底下这条鱼 是条鱼吧 还动吗 是火的吗 我刚看它鱼气动了一下 还有吧 哦是火的 你看它尾巴是红色的 好漂亮 哦 油气来了 哦这个尾巴好漂亮 这是一条鸦片鱼 哎呦呦 它油的很宽宽 哇 这条鱼真大 这是那种顶目鱼 看你看 我得用两只手 它鱼太大了 这种鱼适合国家做的清蒸 哇 看 这条鱼可是不错的 哎呦 不错 国家做个清蒸 或者红烧都好吃 哇 好漂亮 这个鱼啊 它这个腰一直在动着 看 给它先收了 放到桶里面 先拿这水涨着啊 这一回得缺咬 这只鱼的鱼尾巴是真的太特别了 红色的 快进来吧 好嘞 走 咱们再去找找别的 过来看一下 这边这个石头底下 好像有一个不错的 这是个海参 哎 哇 好好啊 这个海参 哇 它是小脚 你看 全部都扒在这个石头上面 上面还吸着这个海红的壳 哦呦 这个刺生真是不错 给它带着了啊 看一直在 刺水呢 好可爱啊 看它喝了一肚子的水 走 带着 要做个冲爆海参 这些石头底下都好好翻翻 一群下面都有货了 下面没有 滑滑的 这小螺往下掉了 看 这边这个石头底下 好像是在这 比较隐蔽的地方 好像也是一只海参 哎呦 这只长得也好好呀 这太滑溜了 看 这边又发现一只 这只真好 特别的饱满啊 哇 又发残了 这种野生的海参 就是有点不规则的 长得没那么好看 但是它营养价值是很高的 也给它带着 看那底下 这边这是螃蟹 好像有点困难 它怎么了 一只手冲在这里 单手举大石吗 出来出来 出来 出来 这个钳子过了 哇 这是一只赤甲红啊 这个季节这种赤甲红 特别的多 而且还很肥 给它收了 这旁边还是 一只山贝啊 看没有 山贝 个头也不错的 再给它带着吧 这个鱼在这里 激里不愣的跳个什么 啊 又那个大螃蟹 夹着个大海参啊 天哪 快松松 这海参可比你贵多了 今天那个水坑里面 发现有动力了 一条鱼直接从我眼前游过去了 一条老虎般啊 哇 来来来来来 来货 哇 油走了 快快快 我得抓住他呀 不会赶跑了 等到他就会回归大海了 哎呦呦呦呦 哇 它这个塞布 攻击人啊 出来我好疼啊 哎嘿哎嘿 轻轻的慢一点 它这个油塞勾 哎 哎 这个水不是很生蛋 太会油了 哎 怎么办 我拿我的桶 这么点地方我还弄不了你了 不要惹我生气啊 乖一点 配合我一点 不会伤害你的 看 一条大石板 说了说了 哦 这条可以 又凶又猛 很鲜活呀 给它带着 走 快去找一找 看前面这个水壳里面 我发现这两只八爪鱼 就卧在这里的耶 这边还是一只海葵 看 来来来 被海葵给吃了呀 傻傻的 卧在这里 哇 这个爪子真长啊 这只八爪鱼 看 这个腿一看就很好吃啊 就适合沾拉根吃的那种感觉 收了收了 这底下还有一只 看 这一只也不错 哦 哦呦 现在这个八爪鱼 个头长得不是还很大 11月份以后 就会大一些了 也不错的个头啊 给它收了 回家吵着吃 这只螃蟹是真会躲 你看 它就卧在这个地方 这些缝隙当中 也不好找 嘿嘿出来 一旦卡住了吧 我怕把它那个钳子抓断了 出来出来 哇 这只吃点 嘿嘿嘿还想投 这只个头还不错啊 行了 也收着 今天的干海大军是真不爽啊 还有来拍火刹照的呢 估计他们都没有收货的过 哇 我收货的这个大鱼 大螃蟹 真的是收货满满啊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